召会法师的外表如怒目金刚 心却是菩萨低眉的人间行者 就读师大国文系三年级时出家 1989年 召会法师和信广法师共创佛教红氏学院 连续举办十五届应顺导师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著有28本书 热衷社运 包括1988年的斯凡事件 1994年的观音像事件 促进立院通过野生动物保育法和动物保固法等 过去我主要研究的是近代的佛教史 那台湾佛教史也是我研究的一个范围 战斗台湾佛教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赵卫法师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他一定的角色 还有他非常突出的地方 那以一个佛教史研究者的一个角度来看赵卫法师 这是我第二个身份 那第三个身份是其实是跟本书非常有关系 就是我是以一个访问人 主访人的角色 然后对赵卫法师展开访问 在口述历史里面我是主访人之一 然后法师是受访人 那这本书在这十一年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是一开始是主要是访问的过程 那接下来是整稿的过程 兼具原创与领悟性的学术智慧 赵卫法师是外表如怒目金刚 心如菩萨低眉的人间行者 他的著作文词如飞铺泉涌 植地有声且如泰山鸭顶 对于以慈悲宽容教义 而在公共议题上缺席的佛教而言 急需有人能够讲出别人不想听的真实话语 时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